1951年,Doris在花蓮開始宣教, 並且嘗試用廣播節目來傳福音, 1960年,創立了 ORTV舊式傳播協會, 創辦了空中語教室和天運師班, 一路走來,雖然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他靠著對上帝的信心, 一步一步的向前行, 他常說,雖然好難, 但我想試試看。 Doris, Sorry,你的年紀太小, Doris,抱歉,你還是先不要, Doris,也許,世紀還沒來到, 好難,雖然不簡單,我想試試看, Doris, Sorry,你切手暗無燥, Doris,勸你,回家多多當勾, Doris,也許,世紀還沒來到, 好難,就是不簡單, 才要試試看, Doris,你好, 這裡是協同會, 你這麼年輕就要出國宣教嗎? 是的,我想要試試看, 圓主與你同在, Thank you so much, 好難,雖然不簡單, 我想試試看, Doris, Doris,你看這些繁複的規章, 還有公文城報上往返程序, 我們做廣播的講時效性, 這樣會不會來不及啊? 而且,真的要離開協同會嗎? 沒有他們支持, 我們該如何繼續? 好難,就是不簡單, 才要試試看, 啊, 買掉Saxe Phone? 那不是你爸留給你的紀念品嗎? 把車子賣掉? 玉龍,那身體號兩千, 太crazy了, 我們幾個月前才買十六萬! 我知道, 就是因為很不簡單, 我們才要試試看啊, 但是如果我們, 真的離開協同會, 那你... 我相信, 就算離開了協同會, 上帝依然會保守我們, 你看! 烏雲迷不得天空, 何時掛上了彩虹, 當我抬起頭, 小心翔地看顧我, 大雨過後的天空, 陽光緩緩地灑落, 祈求上帝的保佑, 一路都有你的保守。 我知道, 只有姨媽內立母會的支持還是不夠的, 為了做劍母, 我們咬緊雅關, 哭著撐下去, 信心無法支付, 心碎可是信心讓我們做下去, 做下去讓更多人聽見! Doris, 你好, 美國政府知道你的中文講得很好, 想要請你做翻譯, 月薪美金兩千元, 兩千? 我一個月只要一百塊, 多得一千九百塊, 台灣廣播團可以做多少事啊! 無雲屁屁股的天空, 何時掛上的彩虹, 我需要看見, 看見你向我身受, 上帝的彩虹, 我做神的功, 祂必將一切所需的加給我, 上帝一直都在幫助我, 彩虹包裹在天空, 人們臉上的笑容, 幫我抬起頭, 相信上帝的鼓勾, 大雨過後的天空, 星星堆起了美夢, 起床上你的保佑, 一路都有你的保守, 天運歌聲播出三年之後, 節目突然停播了, 很多觀眾寫信到電視台去問, 後來,竟然奇蹟似的, 我們又復播了, 我一直感覺到, 彩虹淘汰在天空, 人們臉上的笑容, 幫我抬起頭, 相信上帝看護我, 從未來的天空, 大雨過後的天空, 星星堆起了美夢, 祈求上帝的保佑, 一路都有你的保守, 你们看 彩虹 好难 虽然不简单 我想试试看